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相当不如了 想学怕时间埋背 想去打工又怕受累 想要成家怕多个累赘 想若生一切没有安嘞 我唱歌吧 想去上去怕时间浪费 想去打工又怕受累 想要成家怕多个累赘 想若生一切没有爱 期待天上掉下 醒来却是一场空 太阳依旧从冬变升 原来这是一场荒洋泪梦 有岐队 看什么 做的 我看得到一场荒洋泪梦 我们有岐队 有岐队 我们有岐队 你像那一样的极图 能把我怎么样 他说他要跟你谈判 可以 没什么可说的了 是把硬了就想飞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无话可说 从你刚到江州 我发着你成了我的下线 再从你一文不知道 今天腰缠万贯 这个林子 容不下你这只大鸟喽 你不是常教导我说 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不能一辈子 总寄人立下 我现在要做了 你第一个第一个 我刚才是发了 我再次辞结了 我那一句话 我估计了 我讲了 你怎么想到 我呢 我根本就不说 我说你这一句话 我呢 我说你怎么想到 你怎么想到 我说你怎么想到 你呢 我说你怎么想到 你怎么想到 我说你怎么想到 我才是这么想到 我说你了 我说你没想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你现在 真是变成了一只狼啊 能咬老死 我要是留下你呢 说不定哪一天你把我吃饭了 要是不留下呢 到时候会骂不骂进 那无情无义心狠手辣 我也难哪 你是大哥 你说了算 大哥 念在你当年班王的时候 是 你不是想要 你们网络的金字打图吗 是 没有金字打图 你就是放我一马 你不是想要 也没有任何意义 那好 我就把好事做到底 好吧 但你可听好了啊 幸福不会从天降 要拿重金来买金字打图 也算 也算 赔上我这么多年 对你的栽培费 好 你开架吧 赵鸿章不知道 马金龙要把他的网络抛出去 接受灭属行动的打击 他以为马金龙真的动了侧隐之心 他更不知道 马金龙对他的可杀不可辱 有了强烈的兴趣 赵鸿章在向马金龙交了八十万元后 买回了自己网络的金字塔图 这马金龙真是只老狐狸 我在想啊 马金龙 为什么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了我呢 还不是因为咱们的网络势力太大了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既然马金龙摆平了 那咱们的网络就继续在江州干 最近打击传销的风声吞进 为了以防万一啊 我联系了一家 大致指销旗号的传销公司 有这样的公司吗 我跟你说 这家公司很有背景 一时半会儿没人敢动 如果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啊 我们就加入这家公司 你听我吧 那边的女性 可以看你 我估计 为什么 我说很有想法 大水 你们就去我们握理吧 这边都拿来了 我是酒朋友 咱们这么说 不你 所以现在你再来 咱们的那边 我去看一场 好好好 哎呀你放心都好都好 喂 清晨啊 想我没 你妈呀 你说话带着羊味呢 你把舌头理直再说 咋样 哎 有没有发带几个兴下线啊 啥 我一说话就多起眼以下 我就喜欢多起眼以下咋的吧 哎 好好好 好不跟你说了 不跟你说了 你跟赵总说 来 要跟你说正事 喂喂沙尘师傅 跟你开玩笑啊 啊啊 好好 我知道知道 黄沙尘在国外大开眼界 尤其是对传销有了新的认识 赵鸿章对黄沙尘的进步很是欣赏 我跟你说 他让黄沙尘抓紧学习考察 在新网络建立以后立即回来 把那边的先进经验全部学回来 哎 赵鸿章的欢送会准备得怎么样了 主要人物已经都通知到了 再通知他们不去请假 你真的要给赵鸿章开这么浓重的欢送会 谁说是欢送会啊 我就是让他们头头脑脑的来看好戏 看好戏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跟你有关系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的网络是这次重点打击的对象 啊 整个维亚斯啊 不 赵鸿章的网络 为什么 本来是整个维亚斯 但因为证据不足 那赵鸿章的网络证据足吗 维亚斯的网络交来报告说 赵鸿章的网络违规操作 才是他们受到了牵连 这不是明显地丢足宝居吗 现在证据还不足 不能假数 我觉得你们打船办有内鬼 怎么办 好像听说是给赵鸿章开欢送会了 他要去哪儿啊 听说是搬我 你怎么知道 刚才凯子告诉我的 凯子跟你说的 那可就要继续看了 那今天咱织部看看 李俊 马总的 安静 你好啊 来吧 坐坐坐 好 今天有劳各位来 是为赵鸿章搬网送行 赵鸿章双喜丁门啊 一 搬网成功 二呢 他马上结婚了 我作为他的大哥 送他的妻子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呢 一打伟哥 你们一定要问了 宋伟哥干什么 有请赵鸿章 各位 赵鸿章的声音像谁啊 他怎么 都不想说 还是不愿意说啊 那好 我告诉大家 太监的声音听得过吧 不 ?」 他便宜了 什么呢 釉矩的声音 我可可可可辱 对不起 赵鸿章的声音 还有 我还要 你们谁还想办法 他 就是你们的下场 马金龙对赵鸿章实施攻刑 杀衣尽百 对网络起到了正式作用 但赵鸿章并非一只菜鸟 他在马金龙把他抛出打击之前 破釜沉舟带着被公刑的耻辱 跑到省大传榜揭发了维亚苏网络 您好 您好 好来 坐坐坐 来 赵总 站站站站 好 来 请坐 慢点 慢点 这个就是我们跟你们说的那些文件 我们好好看 好 那就谈一谈吧 好 主任啊 这些材料啊 足以证明维亚斯 他就是一个非法传销的黑窝点 对 那这么说的话 你们是维亚斯的一个分支 对 对 我们是受骗的呀 本来呢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正当的直销公司 我们想加入 做一点正规的生意 可谁知道马金龙他知道了 他就向我们赵总下了毒手 要了他的命根子 手段还极其残忍 我告诉你主任 不杀不足一瓶米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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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亚斯的问题啊 非常严重 但是 我们一直找不到证据 今天呢 你送来的这份材料 非常重要 为我们以后打击维亚斯 提供了一份 非常重要的依据 真是谢谢你们啊 主任 如果你们不把马金龙抓起来 他还会去坑害别人 而且 想脱离传销组织的那些人啊 他们根本就不敢逃走 因为他们害怕马金龙啊 对 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主任 我恳求你 为我们这些受害者 做一个主 将马金龙绳之以法 对 主任哪 你要为我们做主 你看看我 我这辈子的幸福 都让马金龙给牺牲了 他太残忍了 他太残酷了 他太残酷了 他是忍 忍耍个忍耍不可忍 忍耍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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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别哭了 忍耍不可忍 我跟你说 马金龙这个人太过分了 结果导致怎么样 赵鸿章破釜沉舟反个一击 哎 沈打船办介入了吗 当然介入了 尾压子被端掉了 马金龙自己呢 自己能保重 不是也被收审了吗 那我们这边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我跟你说 现在赵工章 已经到了新的指销公司了 走 他可好 成了反传校的英雄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些都是赵鸿章自己提供的证据 维亚斯才被断掉的 要不让谁知道 赵鸿章 现在加入的是什么公司啊 康城国际贸易公司 康城国际贸易公司 我就不相信 赵鸿章会不干 康城国 康城国际贸易公司 哎 这个公司有非法传校的背景吗 不大清楚 不大清楚 我跟你说 传校这事特别怪 只销不传 那是直销 只传不销 就叫传销 他们又传又销 一身还很难定性 这个传销的水啊 太神了 你以为呢 我面前却杀不过 只让阴阴的人 你这事咋了 一个人这又喝又唱的 这么高兴啊 哎呀 我跟你说吧 除掉了马金龙这个王八蛋 我高兴 高兴 还有更高兴的事呢 什么事啊 我现在已经开始 操办我们俩的婚礼了 你怎么了 静止啊 你看我都成真了 哎呀呀别说了别说了 今后不管怎么样 我都愿意 谢谢你 哎小枫啊 嗯 你说黄哥比你大十几岁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反正就是喜欢呗 是吗 这两天怎么不见你哥呢 我哥啊 他在忙着金芝跟赵红张结婚的事呢 哎 哎 如梦姐 嗯 你知道不 赵红张 让人给 那个了 哪个了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不知道 就是让人给 让人给整成太监了 谁告诉你的 我哥告诉我的呀 你知道 金芝都结了几次婚了吗 几次啊 第四次 真是能者托劳 这还不算业余的呢 什么 什么业余的 你知道不 金芝跟黄沙晨友谊 一腿 怎么样 满意了吧 金芝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个 就真正地绑到一起了 以后啊 你说东 我就不往昔 我都听了个 网络里 那边 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我们去做 最重要的 就是干部问题 不是有总公司吗 让他们配备就好了 总公司 我们跟康城公司 根本没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我告诉你吧 其实啊 我只是给了康城公司 一笔挂名费 说白了 现在的网络 就是咱俩的 你真鬼呀你 你真鬼呀你 这一把啊 干得很成功 既成功到进行了搬网 而且 揪什么呢 白的 白的我头发都是白 能揪的过来 你这个不好看太明显了 你揪 行 说到哪儿了 搬网 好 既成功地进行了搬网 而且还是金蝉头桥 最重要的是 把非法传销的名声 彻底地洗了一把 可我们也损失残重了 行了 我告诉你吧 要斗争啊 就会有牺牲 你说金蝉跟黄沙城有一腿 金蝉亲口告诉我的 你知不知道 金蝉还在网络里面 搞了一个那个什么 信户助 信户助 什么叫信户助啊 就是说网络里的人 有了那种要求 就可以相互帮助 哦 那金蝉和黄沙城 金蝉告诉我说 他和黄沙城互住过 他亲口告诉你的啊 当然了 那他岂不是挑拨 你跟黄哥之间的关系吗 我觉得也是 黄哥根本就看不上他 哎 不过我倒觉得呢 这个信户助啊 挺有意思的 我想尝试一下 真恶心 这有什么恶心啊 哎 可以找个不恶心的吗 谁啊 黄沙城 是你的你真讨厌 哎 咋里了 嗯 韦哥起作用了 哎呀 我现在呀 才真正地体会到 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哎呀 别想那么多了 我觉得呀 叫你这样男人 我更放心 靳致啊 怎么说呢 你很善解人意 哎 我这个人哪 很认命 那你的意思是说 嫁鸡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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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鸡随狗了 我说呀 以后啊 你得宠着我点哦 嗯 不然呢 你小夕我 能先出墙了 哈哈 你过去呀 也没有闲着呀 哎呀 哎 打住啊 好 我跟你说呀 咱俩现在是夫妻了 那是夫妻呢 就应该有个夫妻的样 对不对 那过去你我那种上串下跳 鸡飞狗叫那种事啊 咱们从现在开始都打住 好 不说这事 哎 黄沙尘就要回来了 回来正好啊 黄沙尘回来 我们要重建体系 对现有的网络进行整合 我准备重用黄沙尘陈大龙 还有如梦他们这几个人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呀 这陈大龙和黄沙尘 是山里的两只虎 谁也不容谁 这个问题啊 我考虑过 不过 黄沙尘回来做了总训师 这样他跟陈大龙 好像接触就不太多了 但是陈大龙这个人啊 我觉得脾气可是怪怪的 他怪极了 而且呢这个人特别歹毒 用的就是他的歹毒 我去找他 抽不时间你跟他约一遍 我要亲自跟他谈一谈 我觉得呀 这个人你还要小心点 你就放心吧 我们现在啊 已经是自己的网络了 必须要对体系内部的产品 重新定位保重 这件事情你来办吧 那你说以后咱们是继续做化妆品呢 还是换其他的产品 什么产品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便宜 那我前几天在市场上看了一个 假冒的世界名牌西装 物美价廉真的很好啊 可以考虑啊 那我去试试 金芝找到了一家小服装工厂 买了一批一百多块钱的西服 然后换上自己起名的郝胜商标 发往各个家庭 试试看 最好的衣服家 都撒明他们 化妆品又变西服了 西服怎么了 这可是国际品贸 康城公司的喉舍 一套就三千八呢 我可告诉你们 以后咱们网络就是这产品 这什么料子呀 就值三千八 产品只是个幌子 还是传人头 不是说康城公司是直销吗 你管他什么销呢 能挣钱就是好销 三千八 大龙啊 你现在已经发展到了C级 要是争取 尽快地做到B级 是啊 我会努力的 现在对你来说啊 是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您的意思是 我准备给你派几个人 由你带着他们 把马金龙那些维亚斯的旧部的人 找回来 发展到我们的网络了 那家庭那边呢 家庭那边啊 是这样 我已经委派如梦做家长了 如梦做家长 我来跟你解释啊 如梦当家长 都不成 敲桌子干啥呀 大家看看 对如梦当家长 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吗 我同意 我同意 谢谢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那我也同意吧 同意我当家长的叙手 我说你这不是在搅局吗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清差大臣呢 你是屁 你是清单大臣 你不就嫁了个太监吗 成啥能了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看你年龄大肆 摔死你不可 你不要脸 勾引我们家黄沙晨 让黄沙晨够女儿离婚 我告诉你 这对家长非当不可 没事 陈伯伯 别生气啊 你不是想当家长吗 让你当 我在不在乎这个家长呢 在我的眼里啊 不过是个鸟官 你骂谁是鸟官 我没骂你啊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你勾引我们黄沙晨 让他给我女儿不复婚 我们说家长就说家长 别老把黄哥挂在嘴上好吧 咋 黄沙晨是我前女婿 我不能说呀 你一天到晚的 黄哥长黄哥短 你勾引他 让谁看不出来呢 小骚货 别吵了别吵了 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见狗叫啊 有 有 疯狗 是个大疯狗 听见了吧 听见了 真的 那你看看 疯狗等身养残了 他真香了 哎哎哎 你们说黄哥这次回来 是胖了还是瘦了呀 行 胖了瘦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停止捡啊 你都结婚了 还不显然小朋友脸下癌啊 小屁孩儿一个 小心 晚上沈把你给玩了 停止捡啊 不会是吃醉了吧 那你啥意思啊你 我可不是那种吃着碗里快的锅里 干 你干嘛呀金之锦 我又不会跟你一起抢黄哥 是不是啊小梦 黄哥黄哥 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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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啊 咱们一是给黄沙城接风 二是庆祝我们好世界网络公司筹位成名 各位都辛苦了 来 大家干一杯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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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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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莎莎啊 跟大伙说一说 这次你出去的感受 哎呀真是感触颇深哪 别的不说就拿这顿饭来说吧 在国外简直不可能 我曾经看过一对恋人 吃完饭以后还是各自花各自的钱 AA制 其实啊千千节约是中华民族的美的 你扯什么呀 你都不吃不喝挣钱干什么 对 你说的对 就算我没说 还是说网络吧 这次在国外学习啊 我觉得感触也特别深 咱们做网络还停留在乌鹤之众的阶段 你看 你看没有系统的培训方法 没有科学的训练方法 嗯 我们好像是在 做网络 而不是做事业 你要做事业吧 哎呀 出去几天满嘴蹦词 快吃吧 行我不说 吃吧 哎 你们快看啊 电视里在说传销呢 发现一些传销网络在推行一种性互助的行为 这种行为 严重破坏了我国现行的法律和现有的道德观念 一些传销组织者还声称 这种活动可以在网络内稳定均心 省打传办人员介绍说 在我省打击传销活动已出见成效的同时 一些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顶峰而上 打着直销的幌子继续发展传销 他们为了自己非法的经济利益 无视道德法律 为了能笼落入下线 他们在网络内开展性互助的非法活动 以互助的方式搞淫乱活动 在道德上 他们破坏传统的家庭和人际交往的 哎呀 那我出国这几天 咱们网络里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呢 没什么 告诉你啦 千万别吓一跳 你知道吗 晶晶晶晶跟赵鸿章啊 结婚了 真的啊 嗯 哎呀 晶晶真是令我光目相看了 哎呀 这个女人的女生 为了钱啥都能干得出来 那你说她跟赵鸿章结婚 那今后的生活可咋过呀 那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有你这个性向线吗 什么性向线啊 你听谁说的 哎 小凤告诉我的 哎 你要是不承认的话 是不是觉得小凤在调拨咱俩的关系啊 不是那个小凤是个孩子 她的话你能听吗 你真是 你听我解释 怎么可能有性下线这一个说呢 爸 哎 哎 哥 你来得正好帮我看看 这个衣服好看不 哎 又乱花钱 什么呀 这是黄哥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 拖了 怎么了 让你拖你就拖 你哪那么多废话啊 拖了 我看得出来 你就是嫉妒别人黄哥 不行啦 你看看黄沙晨那得瑟样啊 现在跟那网络的主人似的 你听见啊 从部队到现在的传销 他处处的压着我 小凤 早上有一天 哥哥我得翻到他头上 啊 我就不明白了哥哥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作对呢 为什么 就因为我们都是男人 拖了 男人 就应该干男人的事情 古有司马前金勇我招控账 沙晨 你看着 我非要把这个网络折腾出名谈 赵总 您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我就觉得您前途无量 这就是狼的境界 知足不辱 一任求尊 讨回有度 亡者必胜 有时候你想啊 你说在监狱里的马金龙 他是不是自贪不如啊 算了 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现在网络里乱七八糟的事情 层出不穷 你尽快的拿出一个方案 对网络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 要把咱们的网络整合成能和国际接轨的网络 对 赵总 我还正想给你汇报呢 特别是我这次从国外回来以后啊 我觉得咱们这个网络这样不行 都有一种什么感觉吧 大家都在做事业的感觉 现在不能说挣两个小钱就回家 还有 就是要树立自己的企业文化 树立自己的企业文化 这个想法很好啊 我觉得应该分两步走 第一步 要把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提高 第二步 经营人员的经营智慧应该提高 这样我们的企业就能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嗯 你说的有道理啊 哎 你对你的工作计划有什么安排 有啥安排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应该把企业里的骨干进行一次培训 把能成为狼子 或者有条件成为狼子留下来 剩下的那些狗崽子 诸不清楚 好 好好好 就按你的计划来 好 少臣啊 不过现在 我们打着是直销的旗号 你搞培训 可要千万注意安全 好 那些地方都是我亲自挑的 你就放心吧 其实企业文化呀 要想提高 首先要提高员工的素质 素质非常重要 我听说咱们柳子人为了争下线 为了争家长 反目为仇 还大打出手 这样就特别不好 好多是说 你说我呢 你管他说谁呢 你该这么说你还得争啊 你干嘛 好多 那宣家长是干嘛不投我一票 那时候谁叫你胡提乱咬的嘛 行 你从前啊 说一个五十 见到禅师 说你请问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 禅师说我才不和你这种粗鲁卑鄙的人说话呢 五十七了急的拔出剑了要杀这个禅师 禅师说你这就要下地狱 五十恍然大悟 哦 跪在地上 聆听禅师的教语 禅师说这就是走上了通往天堂之路 这个故事我讲了以后大家想想 谁能上来给我总结一下 我 来 这个故事呢是告诉大家 只要心中有爱呢 哪怕你身处受苦之地也是天堂 可是如果你心中有恨 哪怕你身处福地也会满腔怨恨 怎么会有幸福感呢 有人说天堂和地狱有多远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有多大 所以说呢 禅游新生高雅丰富的内心事件呢 是善人通向天堂的必有俱乐 非常好 人不想像二人转似的 你看看你吧 这么好的女婿 都让你给放逃了 谁知道黄大城考察就要这么严肯 住手的鸭子飞吧 是啊 她就这么大的范围 鱼也很难受是你也很难受 第二种境界呢 放到池塘里去验 那鱼高兴啊 是水肥鱼也肥 相互辉硬 第三种是最高境界的 放到江河湖里去验 海阔天空任其遨游 哎呀 其实说白了 你有什么样的心境 就有什么样的境界 你有什么样的境界 就有什么样的事业 好 好 好 黄沙塘受到了赵鸿章的重用 每一次讲课可以拿到两千元 面对一片大好形势和美好的前景 黄沙塘决定大干一场 你先不能喝太烫啊 但是闻 闻 啊 味道真好 喝水 在国外呢 只能喝这碗 要不然 只能喝自来水漏 所以说就练出了 堵咖啡的一首好卓活 你是看一行爱一行的吗 啥呀 你找专业一碗 那我怎么看出来 你做我的幸福就是 啥死你了 对吧 对对啊 你怎么弄来弄去 嫁给赵鸿章啊 没有苦中苦 哪有甜中甜呢 你啊 就是自作自说 嫁给了赵鸿章 我是有了甜中甜 可是我心中的苦 像谁所说 哎 我以后的幸福 可全告你了 你个别拉倒了 我现在清心管欲 过得跟太监差不多 骂我 骂我 干什么呀 哎 告诉你啊 哎呀 算说不准亦不相信 你是个大块小 嗯 哎呀 别要求求你了 干什么 好 看你那样 换过你了 哎我跟你说呀 你真想让我饶了你 想成长A级 想在好世界的网络里 一路诸侯 那你就得随时让我休 我告诉你啊 嗯 我已经开始让小凤监视你了 你真的要跟如梦有什么高的 我费你 面对金智的淫威 黄沙琛明白 自己已经掉进了三个女人 我傻了 情欲性的漩涡之中 你看你 傻了吧 には 这一路が破壊された人 不忍耐满 不忍耐满 你自己的一路 都不忍耐忑 不忍耐忑 前滴路走错 多少人一辈子白马莫 多少人一辈子错练错 只因他梦想 钞票从天都 只因他希望 不老又收获 万天万地有人说 这刻叫我怎能和 今后知府走成城 烧花岁月 莫挫脱 万天万地有人说 这刻叫我怎奈何 轻闹知府走成城 烧花岁月 莫挫脱 莫挫脱 花岁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